不仅有业主的大量投诉 而且媒体也是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评选承担方如果经过过认真的考察 应该说是完全可以了解到这个信息的 可是最终还是让这样一个小区带病得了奖 这就让人对于评选的公正性产生了不少的疑问 这种评选乐了开发商 却伤了百姓的心 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咱们用一句网友的话说 房子质量事关人命 楼歪了本来就很可怕了 人心再歪了那就更可怕了 记者最新得到的消息说 江苏优秀住宅奖的评选单位 江苏省建设厅住宅与房屋房地产业促进中心 已经取消了山水云房花园的优秀奖的称号了 我们来认识一个新名词 邻里合成 听起来有一点新鲜 但如果对您说拼车 可能您就觉得再熟悉不过了 为了缓解堵车的压力 武汉有一个居委会就推广了这种邻里合成的新模式 动员私家车主合成出行 说白了就是动员大家拼车出行 从10月26号开始报名 仅三天的时间 这个社区就有200多家的私车的车主 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了 这邻里合成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既方便了居民 也缓解了城市拥堵 降低了废弃排放 所以有媒体评价这是为拼车的合法化 常态化在探路呢 也就是说拼车以后有望洗白 不再算做黑车了 在今年四月底呢 西安曾经发生过一起全国罕见的恶性案件 一个小区业主被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派人打死 案件发生之后 警方迅速的侦破了此案 本月26号案件在西安开庭审理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称 西安万强艺术家小区二号楼业主 左明伟张大连在入住后 为维护小区业主的共同利益 参与筹备业主委员会活动 引起了小区开发商 陕西万强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滕某和陕西新强物业服务公司经理王某的不满 受益找人收拾业主左明伟张大连 被害的业主左明伟为什么会成为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的眼中钉 以至于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呢 为维护小区业主利益 被害的业主左明伟等人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维权 但开发商和物业担心业主委员会成立后 侵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 业主委员会是右权的五业公司 以惯例首飞以及服务箱提主之仪 关注关注就是说刻意 甚至右权 真 最后 订阅